被称为电子工业的大米 MLCC学名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 是用量最多的被动元件之一 我们大致来看一下电子元器件的加速构成 根据是否需要电源来实现特定的功能 电子元器件可以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类 其中被动元器件主要包括电阻、电容和电杆 以及被动的射频元器件 其中电容约占被动元件市场份额的49% 而陶瓷电容占据了其中的主要份额 陶瓷电容主要分为单层和多层两类 多层的MLCC占比在9成以上 这样粗略算下来 MLCC在被动元件中的占比在1%以上 虽然长期来看MLCC具有成长性 但是过程中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 产品价格会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 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 我们先来回顾MLCC的历史周期 找到影响行业景气度的主要因素 随后再比较几家企业 在经营层面的关键数据 在回顾周期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产业链的结构 从上游成本的构成来看 主要是陶瓷粉末和电极材料 其中陶瓷粉末对于MLCC的性能影响至关重要 对于MLCC厂商来说 陶瓷粉能否自供 是影响产品毛利率的关键因素 中游MLCC厂商呈现出 把头垄断的竞争格局 并且日韩厂商在高端市场中 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下游需求端 主要的需求来源于消费电子 汽车和通讯领域 其中通讯和汽车属于中高端 而消费电子 家电等属于低端 刚需领域 2017年以来 MLCC共经历了两次周期波动 第一次是2017至2019年的上半年 主要原因在于供给端 2016年的年底开始 生产高端电子源器件产品的日韩厂商 春田三星电机 先后退出了低毛利的中低端产品 将产能转向了车规级等高端产品 但因为这些厂商的市场份额占比比较高 低端产品又具有刚需的特性 在这部分产能退出之后 低端领域出现了供不应求 台资和大陆厂商成为了低端产品的主力 受益于供需缺口 这些公司的业绩大幅上升 2018年四季度开始 新增的低端产能逐步释放 供需开始平衡 行业景气度下行 MLCC的价格开始回落 经销商的库存也开始了持续调整 这一过程持续到了2019年的年底 第二轮的周期是2020年的年初到22年的年末 这一次周期的主要原因在于需求端 20年年初 疫情导致了多数厂商停工 而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 叠加了5G的建设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快速提升 使得MLCC出现了供不应求 价格也迅速上升 21年的三季度末 行业景气度再一次达到了高点 21年四季度开始 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终端需求开始减弱 厂商的库存较高 行业景气度开始下行 开始了新一轮的去库存 本轮的周期下行 已经持续了近7个季度 今年4月份 国内的MLCC厂商三环集团 发布了涨价函 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的周期下行 有望结束呢 我们从价格和库存两个角度来看 一般来说 现货价格的涨跌 往往是行业景气度最前沿的信号 现货价格低于出厂价 出现倒挂情形的时候 普遍意味着经销商亏本 去库存 某台系厂商的价格倒挂现象 一直持续到了22年的年末 部分产品型号已经开始结束价格倒挂 这有可能意味着去库存已经接近了尾声 行业库存的角度 正常情况下 两个月左右是比较健康的库存水平 目前主要的原厂和经销商的渠道库存 均在两个月以下 结合价格和库存的数据 当前行业确实接近了下行周期的尾声 那么景气度何时回升呢 关键在于需求段 以下游需求占比最高的消费电子为例 根据Canalys发布的23年二季度手机市场报告 二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出货量 继续同比下滑10% 但下滑幅度已经有所放缓 了解了MLCC当前的景气度情况 我们来对比几家主要的厂商 当前的经营情况 国内的几家上市公司当中分为两类 民用和军用厂商 民用的代表是三环集团和风华高科 三环集团具备一定的尚有陶瓷粉末滋贡的能力 一体化的程度稍高 但是除了电容器 这家公司还有光通信和半导体业务 业务布局比较多元化 不太容易能够将MLCC的业务清晰地剥离出来单独分析 相比之下 风华高科的产品 以三大被动元件为主 其中电容器占比大约是30% 公司在2020年开始扩产 目前新的产能正处于爬坡期 终端需求不足 叠加产能爬坡 产品的毛利率下滑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半年报的业绩预告 公司净利润同比依然是负增长 还没有看到明显的好转迹象 不过存货的增长已经开始显著放缓 目前基本降到两个多月的水平 军用的MLCC厂商代表是红远电子 营销构成当中有55%是自产产品 其中军用占比较高 主要应用到高可靠的航空航天和船舶领域 其余是代销的民用产品 军品的盈利能力要明显好于民用 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军品的供应商需要严格的资质审核 只有少数几家供应商 可替代性较低 目前市占率靠前的三家 分别是红远电子 红明电子和火炬电子 第二是军品更注重产品的质量 对价格的敏感度不高 所以过去两次MLCC的周期波动当中 红远电子的自产产品的毛利率 一直比较稳定 不过虽然盈利能力稳定 但是前面我们介绍了 MLCC下游的需求主要是民用 军用整体市场的规模比较小 过去两年航空航天产品的国产化替代 已经逐步进入到尾声 当前军用MLCC的需求端 景气度也不高 此外公司也在2020年开始扩产 在遇到需求端放缓的形式下 主动去库存 加大了民用产品的销量 公司当前的业绩也处于低谷期 未来能否回暖 取决于需求端 房屋开支的增速 以及军用转民用的力度 抛开军用还是民用 厂商之间竞争的核心要素 是产品的规格和下游应用的领域 产品规格方面 MLCC未来的趋势是小尺寸加高容量 小尺寸对厂商的制造工艺要求非常高 需要在极薄极微小的薄膜戒指上堆叠几百至上千层 目前日本厂商的产品能够做到堆叠一千层以上 而台系和国内厂商只能做到300到500层左右 印刷叠层技术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在下游应用领域 车规级应用较多的厂商 未来的增长潜力更高 目前综合比较两家厂商的产品 红眼电子在尺寸和容量方面要更有优势 在车规级的客户方面已经开始送样 而凤华高科车规级的产品已经开始供货比亚迪 但依然是车用娱乐系统等较低端的产品 七底MLCC行业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 中长期来看 MLCC具有成长性 但是过程中有较强的周期特性 现货价是行业景气度最前沿的信号 库存水平是判断周期位置的重要指标之一 当前MLCC产品价格触底 库存位于相对的低点 景气度合适回升取决于需求端 第二 军用和民用厂商相比较各有优劣 民用竞争格局高度集中 几家国产厂商只占较小的市场份额 只能在行业景气度上行时重新获取增长 军用虽然市场稳定 但整体市场的规模较小 行业内的企业也很难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第三 企业间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在产品的规格和下游的应用 具有小尺寸 高容量的产品能力 并且车规级占比较高的厂商 未来有更强的增长潜力